下午我请假,一个人在宿舍休息,突然被手机急促的消息提示音惊醒,还没来得及读消息,宿舍的门就被人用力拍打着,伴随着诡异尖锐的吼叫,像是精神病患或野兽在撞门。 我想到,最近A是报道了几起情节严重的杀人案,心脏立马提到了嗓子眼,门外的人拍门没有得到回应,很快就安静下来。 我拿着桌上的剪刀慢慢走向门,短暂的安静过后,宿舍门再次响起一道猛烈的撞击声。 撞击无果后,门外的人开口了。 209宿舍,我是宿管阿姨,要检查宿舍为禁品。开门。 确实是宿管阿姨的声音,可宿管阿姨绝不可能这样撞门。 门外的人叫了两声后,见没有人回答,似乎慢慢离开了。 我打开手机,看到学校群里有上百条的信息。 我粗看了一下,好像是某种传染病爆发,很多学生变得血腥暴力。 病毒?高智商咬人怪物。 一阵咀嚼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到阳台窗户边悄悄朝外看去,只见几个人聚在一起啃咬着什么。 仔细一看,居然是个人,而且那个人我还认识,是跟我一起上选修高数的一个女孩。 我吓得叫出了声,我下意识地缩回了身体,心脏狂跳,生怕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忽然,我的手机又传来轻微的震动。 居然是教导主任群发的一条短信。 所有还存活的同学,现在告诉我你们的位置,我已经联系了市局警卫队来营救你们。 外面你们昔日的同学已经不再是人,他们是一群只有杀戮本能的丧尸。 这群丧尸恶种极其危险,因此,所有同学不可以自行逃离所处区域,请等待我的救援。 我正准备回复他自己的位置,突然手艺将一种恐怖感在心底油然而生。 保留了智商的丧尸,那意味着丧尸可能也会发消息。 教导主任现在如此急于让幸存者暴露位置,就很可疑。 我放下手机,将宿舍打量了一番。 不能光躲在这个宿舍,什么也不做。 那群人既然留有智商,就一定会到宿舍里抓幸存者。 我拿出背包,开始搜集能用的物资。 一包牛肉干,几包咖啡粉,水壶,一把剪刀,一个手电筒,两个充电宝,一个火机和一个小医药箱。 看着门口的血迹,我突然陷入了深思。 宿管阿姨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也不至于用自己的身体撞门。 她有整栋楼的钥匙却没有使用,却又会开口伪装成正常人说话。 教导主任如果也是感染者,那知道用短信引诱幸存者就聪明多了。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这些感染者应该在智力上也是有区别。 我只能默默祈祷门外大部分的丧尸都跟电影里演的一样,只会嗷嗷傻叫着追人。 手机再次传来几声轻微的震动,在死寂的气氛中令人不寒而栗。 是教导主任发来的信息,见到这条短信,我眼底一沉。 恐怕已经有不少人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外面很快开始喧闹起来。 我在窗口向外看,清楚地看见教导主任惨白的脸上带着极为兴奋的表情, 快步进入宿舍楼的大门,身后还跟着几只丧失恶种。 由于一些人主动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这群恶种目标明确, 很快一阵阵破门声和彩雕声传来,声音离我越来越近。 我紧张地再次打量宿舍,想找个武器做殊死一搏。 看着墙边的家长插线板上亮着的红光,再回头看看门口的血迹。 我突然有了主意,关闭电源后,我用手工剪将电线剪断,将断掉的一端丢进地上的血迹里。 然后,守着墙上插口的开关蹲着。 脚步声停在了门外,我能感觉到教导主任就站在门前,我的心跳如打雷垂鼓。 让我看看,二楼宿舍里需要救援的分别是202,203,205,208,嘿嘿嘿嘿。 我听见钥匙的声音,看来这些丧失恶种确实在智商上有很大的区别。 起码教导主任知道使用钥匙,这意味着紧锁的宿舍不再安全。 隔壁208的门被打开了,我听见隔壁宿舍长孙雪一声惊呼。 银夏,你跟教导主任来救我了,我好害怕。 紧接着的却是一声惨叫,然后是一连串的惨叫声响起。 我吓得瑟瑟发抖,庆幸自己没有暴露位置。 很快惨叫声都停止了,隐约中我似乎听见了孙雪的声音。 我好饿。 声音中带着极端的渴望,看来他也成了他们的一员。 教导主任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优先寻找已经暴露了的宿舍。 听到脚步声和惨叫声越来越远,我松了一口气。 却也知道无论是从食物还是安全的角度都需要尽快离开宿舍。 我去你的。 是213宿舍的宿舍长赵盛南。 赵盛南是一位身材极其魁梧的女孩,家里开武馆非常擅长打架。 我悄悄走到窗前朝着那边看去,打开门的赵主任走在最前面,迎面就被赵盛南用椅子狠狠砸倒在地上。 面对着庞然大物又手持武器的赵盛南,跟随着的几只中级低级恶种都有些猛。 之前遇到的人除了惨叫,几乎没有任何反抗。 现在大家赤手空拳,面对这个手拿椅子又强壮的女人几乎没办法进身。 可是,随着教导主任和刚被打倒的几个恶种再次站起来,形势瞬间就改变了。 这些恶种即使头变得鲜血淋漓,脖子的骨头断了,依旧会爬起来,更加疯狂地朝着赵盛南扑过去。 赵盛南反击的幅度一下比一下小,眼底的绝望和无助一次比一次深。 我轻轻拉开宿舍门,探出身子脑袋查看情况,眼前的楼道宛如血河,附近的恶种全被赵盛南吸引了过去,现在是逃跑的最好时机。 看看赵盛南,又看看出口,死到有不死频道,盛南,我会记得你的大恩大德。 我握紧双拳,却怎么都抬不起逃跑的脚。 我再次回到宿舍,找了双高筒的橡胶雨鞋穿上,打开电源开关后,又找了双肠块,夹住电线。 我走出宿舍门,站在楼道的血河的中心,眼睛盯着距离十来米远,堵满了楼道的恶种。 大声朝赵盛南喊了一句,赵盛南,回房间。 所有恶种齐刷刷地回头看向我。 赵盛南绝望的脸上,也露出极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很快回过神,会回宿舍,死死抵住了门。 整整一个楼道的恶种,如潮水一般,朝着我的方向涌来。 我快速看了一眼地面流淌的鲜血,咬紧牙关,将手中的电线,扔进了脚下的血河中。 事到如今,只能相信我在坎多多买的雨鞋,写得绝对格缘,不是虚假宣传了。 电光在一瞬间,以我脚下为中心,向四周蔓延。 我闭上眼,已经准备好去见自己那因为喝酒掉猪圈,而被猪拱死的父亲了。 小天。 我睁开眼,眼前的所有丧失变种都在血泊中抽搐着。 我看见赵盛楠也背着一个包,小心避开血泊站在门口。 谢谢你救我,我们一起逃出去。 赵盛楠眼底充满崇敬与感激。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盛楠,他举起血淋漓的胳膊给我看。 我没事,都是他们的血。 我松了口气,快走,这种程度的电流不一定能杀死他们,等他们缓过来了,就走不了了。 我和赵盛楠一起捏手捏脚的下楼,心情还是很紧张。 虽然宿舍楼里大部分丧失恶种都被吸引到了楼上,但谁也不知道一楼还有没有。 来到楼梯拐角,我悄悄探出头查看一楼走廊的情况。 一下就上了一对空洞洞的眼眶,近在直尺,直勾勾地对着我的方向。 浓浓的血腥味直冲我的鼻腔。 谁在呢? 赵盛楠举起了消防瓶就要砸,我示意他等一等。 你怎么被祸害成这样? 你说眼睛,不知道哪个智障咬我的时候还抠我眼睛。 这么过分,你难道不想找那个恶种报仇? 为什么要报仇?有那功夫还不如抓个人填饱肚子。 我有些惊讶,之前隔壁宿舍的孙雪被杀后也很快加入了他们。 被咬的恶种居然不愿恨其他恶种。 现在,我感觉很好,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既然没有情绪,为什么要攻击正常人? 因为不摄取新鲜肉类,我们的身体就会很快腐烂。 现在,你明白了吗? 你都瞎成这样了,为什么还能分辨我是不是恶种? 因为你很香啊。 瞎眼恶种朝我扑过来, 赵盛楠举起灭火器朝着恶种的后脑勺狠狠砸了下来。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这丧失恶种没有再爬起来了, 看样子后脑是他们的弱点。 现在学校恐怕没多少活人了, 我们先逃出学校吗? 外面大概率也沦陷了, 我们对外面也不熟悉, 狗在学校等救援吧。 哎, 我的手机突然震了震, 是A市政府的消息。 尊敬的A市市民朋友, 鉴于本地爆发未知病毒, A市地铁、火车、机场已全部停运, 军方将协助政府封闭A市所有枢纽。 未感染者可前往A市边境接受血液检测。 军警将联合营救, 建议群众遇到军方人员主动证明没有感染。 病毒扩散迅速, 危害极大。 三十天后, 军方将对室内进行远程无差别导弹打击, 请务必保持冷静, 及时避险。 嗷嗷大学处在市中心, 从这里到边境直线一百来公里。 没有交通工具的话, 走路得两天, 还得全程不被这些丧尸恶种抓住。 我和赵盛南都从对方脸上看到了一丝绝望。 楼梯间响起嘈杂的脚步声, 我和赵盛南都是一惊, 闪身走进最近的一间宿舍。 那两个女人跑了, 她们逃不出学校, 出口的位置都有人, 再多叫点人, 拿点家伙去男生宿舍吧。 林下带着那群恶种向着男生宿舍走去, 女生宿舍这边的情况, 早已有人在群里发出, 我只能默默希望男生宿舍的幸存者, 有自保的能力。 我们正打算出门, 一阵细微的脚步声又在门外响起, 那帮恶种都走了, 现在图书馆是最安全的位置, 咱们全部去那躲避。 图书馆窗户盒门都有铁门窗保护, 是一个很好的防守地点。 每楼都有自动贩卖机, 而且挨着超市可以方便补充食物。 确认对方不是恶种后, 我和赵盛南走了出去。 我是二楼的幸存者, 我们都没受伤。 红发少女打量了一下我们, 不等她发问, 赵盛南主动抬起手。 我这是打怪打得。 我们是三楼的, 我叫韩宁, 我们准备去图书馆。 女生宿舍和图书馆只隔着几个自行车棚。 我们来到图书馆门口, 门没锁, 我们推门进去来到戒阅室。 大约十几个人零零散散散地躲在书架后, 警惕地盯着我们。 小天, 太好了, 你还活着。 是安雅和林霄, 安雅是我在宿舍最要好的。 林霄是我们班长, 看到我们没有受伤, 其他人也围了过来, 我们见到这么多幸存者, 万分喜悦。 人多力量大, 现在有这么多人, 就有更多生存下去的希望。 又来几个没用的, 浪费粮食。 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 见到是几个看起来还算强壮高大的男生, 正围在一起。 哎呀, 病毒是怎么爆发的? 今天不是上体育课吗? 一大波丧尸从学校大门冲进来, 就开始撕咬。 班里同学除了我和林霄, 全都被咬了, 包括宿舍的其他姐妹。 林霄带人拿出两箱方便面, 准备发给大家。 林霄, 女生每个人半袋吧? 凭什么? 女生吃那么多干嘛, 等会丧尸来了, 还不说我们出力, 吃半袋怎么了? 食物又不多。 所有人分量都一样, 这么分对女生这边不公平。 我之所以和你商量, 是尊重你是学生会主席, 你别蹬鼻子上脸。 凭什么听你们的? 现在食堂和超市都被恶种霸占, 我们只有自动贩卖机里的食物, 如果遇到危险, 我们男生付出的比你们要多得多, 你们有一口吃的就行, 反正恶种入侵你们女的又帮不上什么忙。 帮不上忙? 看来你打倒了好多恶种咯。 嘿! 现在仅仅因为几袋方便面, 就分裂成了两个势力。 等两三天后, 售卖机里的食物吃完, 只怕真正的矛盾会爆发, 没有法律的约束, 这些人很快会恢复骨子里猎杀残暴的本能。 到那时, 这些人不需要病毒, 就会成为新的恶种。 我们不能在这楼里坐以待毙, 我们得把自己武装起来, 还需要储存足量的食物和水, 并且找到交通工具。 政府发的消息都看了吧, 如果是真的, 那么一个月内我们必须逃到边境, 不然就算不被恶种们发现, 也会被炸死。 女生宿舍后面的新建石内篮球场, 那里有许多建筑器材, 那些东西可以作为我们的武器。 那些恶种的弱点就是后脑勺, 如果能拿到那些东西, 确实可以很大的提升自保能力。 其次是交通工具, 学校车库就在大门口两侧, 只要我们能找到钥匙, 就能开走。 我有两辆奔驰, 钥匙就在宿舍抽屉里, 一辆是我的, 一辆是我给我男朋友买的, 只是我还没来得及送给他, 不知道他还活着吗? 麻烦的可能是食物, 食堂和超市都有恶种, 他们就等着恶昏头的幸存者, 自投罗网。 这个交给我, 只需要一个死掉的恶种, 众人诧异地看向我。 你得把你的计划告诉我, 我不能让你去用生命冒险。 这个计划暂时需要保密, 但你们放心, 我不会让你们陷入危险。 灵霄看了看我, 眼底满是犹豫之色。 要送死你们去吧, 一群人脑袋羞斗了, 听一个娘们的话。 你们可别把丧尸引到图书馆了。 继续待在图书馆才是等死, 连反抗都不敢, 垃圾。 妈的, 你敢骂老子。 正年朝着寒宁走过来, 想打人。 赵盛南挡在寒宁面前。 我骂的, 有种打我。 关你什么事, 死坦克。 夜里, 我靠着书架, 躺着回想起白天看到的恶种。 低级恶种, 丧失绝大部分智力和记忆, 中级丧失有智力但不聪明, 高级恶种是最聪明的。 高等级恶种, 对低级恶种有着地位上的绝对压制。 既然恶种们是靠着气味分辨普通人与恶种的, 那么高级恶种应该也散发着某种普通人闻不到的味道呢。 如果能提炼出高级恶种的味道, 或许就能保证安全。 第二天凌晨四点, 天边刚犯起一丝微光。 早餐后, 我们一群人悄悄走出了图书馆。 赶着去投胎的傻缺都死在外面吧, 省得浪费粮食。 我们弯着腰穿过自行车棚, 四周安静的诡异。 小心。 是个只剩半截的恶种正啃食着一个死人的肉。 那人的身体切口很平整, 像是电锯的切口。 建筑工地那里有斧头锤子, 当然有电锯电钻。 恶种不会已经去过那了吧? 如果他们还拿了武器, 那现在的生存难度可就是地狱级了。 穿过自行车棚, 到了女生宿舍, 灵霄, 白安安, 韩宁, 去拿钥匙。 我们几人来到了篮球场, 篮球场旁是食堂。 很快, 赵盛南就找到了一大堆长一米左右拇指醋的钢筋条。 我们继续搜寻着, 很快就在墙角发现了电钻, 锤子, 扳手之类的, 还找到了一大桶二十升汽油。 我们抱着东西, 刚走出篮球场的大门, 食堂的方向响起一阵嘶吼和脚步声。 坏了, 是恶种, 绕一下, 甩掉再回图书馆。 赵盛南带着汽油和电钻跑得有些费劲。 盛南你先走, 我们吸引下他们的注意。 这几个恶种是食堂打饭阿姨和做饭大爷, 不过速度却不慢。 不是吧, 你们平时饭勺子都拿不稳, 怎么这会这么快啊? 我们始终无法摆脱他们, 距离还是一点点被拉近。 没多久, 我们三个人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眼里都有些绝望。 奇怪呀, 老大说整座学校都搜遍了, 你们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乐种大妈大爷们贪婪地盯着我们, 他们的弱点是后脑勺中心。 小天, 一会儿打起来, 向后靠一靠, 能跑就跑。 我感动的侧头看了他一眼, 怪种大妈拿着勺子冲了过来, 穿绿衣的少年挥着钢筋, 砸向恶种大妈。 大妈一把拽住钢筋, 一甩手一米七二的绿衣少年, 居然就这样飞了出去摔晕了。 啊, 这, 这还打个毛啊。 砰, 黑卫衣少年, 抡着钢筋, 狠狠地敲碎了一个恶种的后脑勺。 一个胖中年大爷, 恶种见状不妙, 改变了方向, 朝我冲过来, 张开血淋淋的大嘴就要咬。 小心! 我快速后退几步, 猛然蹭过身, 大爷恶种的头狠狠撞在墙壁上晕了过去。 我撞着胆子, 抡起钢棍, 狠狠给了他后脑勺几下。 看他彻底不动弹了, 我才松一口气。 黑卫衣少年脚下, 倒着四个丧失变种。 我有些震惊地盯着他, 我没见过这位大神, 在这之前, 他也一直很沉默。 现在只剩一个高大的厨师恶种, 他手里提着沾满血的菜刀。 你先跑。 我二话没说, 拔腿就跑。 黑卫衣少年, 看着一溜烟消失的我愣了一下。 哗, 真跑了。 我真不想拿菜刀对付你, 如果把你蛮好无损地转化成恶种, 老大一定很高兴。 行啊, 我可以允许你放下菜刀。 恶种的菜刀猛地劈砍下来, 黑衣少年侧身躲过, 甩手将一钢筋砸在恶种的腹部。 可惜这个恶种皮肤坚硬, 效果并不明显。 不妙, 不好打。 黑衣少年不断退避着, 开始在心底暗暗计算着逃跑的时机。 突然他的余光, 瞥见恶种背后悄悄走近的我。 我没跑, 我从围墙外面绕了一圈, 绕到厨师恶种身后, 黑衣少年心底一紧。 他没跑。 黑衣少年开始对恶种发起猛烈的攻击, 试图吸引了恶种全部注意力。 我来到恶种身后, 紧张地手心冒汗, 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失误了, 我和黑衣少年都会变成恶种的刀下亡魂。 看着突然扭过头的厨师恶种, 我一惊直挺挺地把钢筋戳了过去, 厨师恶种痛苦哀嚎, 又是扑呲一声, 赫燕的钢筋刺进了他的后脑盖。 我捡起菜刀, 赫燕扛起昏迷不醒的绿衣少年。 我叫何小天, 你呢? 李奥, 啊, 不, 我叫赫燕, 那个, 谢谢你没有跑。 如果不是你挡住他, 我也没机会绕后。 我和赫燕背着昏迷的绿衣少年回到图书馆, 刚进门就看到林霄跟正年对峙着, 安雅哭泣的脸上带着一些伤痕。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离开之后, 正年就骂安雅泻愤, 安雅没忍住回了几句, 就被他们几个架着扇巴掌。 他活该, 我都说了他再敢骂一句就揍他, 他还是嘴欠, 不是找打是什么。 我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们所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找物资, 你们不但不帮忙, 还在基地欺负其他没有自保能力的人, 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我也同意让他付出代价。 你特么可是男的, 居然帮女的说话。 这跟性别没有关系, 是你个人的问题。 赵盛南捏着拳头, 默默地看向正年。 你别过来啊, 我警告你们啊, 别把我逼急了, 不然我直接冲出去给外面那些恶种报信, 跟你们同归于箭。 可以啊, 被恶种咬的人三分之一的几率会死, 你随意。 正年瞬间咽巴了下去。 他俩也有份, 要受惩罚, 他们也得一起。 他们三人剑惹了重怒, 也不敢说太多, 没做太多反抗的, 被赵盛南一人挨了几下。 灵霄和韩宁走了过来。 我们在楼里找到了一个被打死的瞎眼丧尸, 我带回来, 放在那边后面了。 钥匙也拿了, 下一步你要怎么做? 今晚上我先出去, 你们在窗口盯着, 如果超市的窗口出现蜡烛亮光, 你们就绕到仓库后门搬东西。 如果没亮呢? 超市有那么多埋伏的恶种, 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那, 那就再想想办法。 如果蜡烛没亮, 你也能回来, 对吧? 当然了, 我怎么可能拿我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如果失败, 我大概率回不来了。 白天, 众人只能躲在图书馆里, 没有电, 所有人关掉了手机, 希望能尽量在关键时候用上。 窗外的城市已经一片狼藉, 街道和楼房时不时爆炸, 黑色的硝烟直冲云霄。 我的命是你救的, 如果要冒险的话, 我和你一起去。 我之前的提议之所以总会被接受, 很大原因是因为赵盛南的撑腰, 才让我有话语权。 不用, 图书馆的其他人更需要你。 我一点都不关心他们的死活, 我的朋友都死了, 我本来也打算放弃了, 是你给了我希望, 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 漠视下还有人能这样站在我身后支持我, 让我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感动, 心底的绝望稍稍减少一些。 我也相信你, 在现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 你还能保持冷静思考, 比我见过最聪明的人都聪明。 如果成功逃出去, 以后你就是我亲姐妹。 白天很快过去, 窗外渐渐暗淡下来, 我把恶种的黑鞋抹在身上, 黏腻的触感和无比恶臭充斥着我的鼻腔。 这位真他妈恶心, 急着去找死, 真爱显摆。 我赌一包方便面, 他回不来了。 我赌两包。 谁在用嘴放屁, 牙都给你打飞。 智者凤毛麟角, 二臂满街乱爬。 古往今来, 道德、智慧在一些人的人性面前都是狗屁, 暴力才是硬通货。 超市仓库有成乡的食物, 但是也有成堆的恶种。 我握着刀找到那个奄奄一息的半身恶种。 你看到有人类经过吗? 没有, 我一边靠近他, 一边提防着他突然抱起咬我。 想喝血吗? 我的腿离半身恶种, 只有不到半米的距离。 想啊。 我以为被他识破, 差点原地来一段激光雨。 您的味道, 这是高阶恶种。 算你识相, 可惜你废了, 不然可以做我手下。 弱者应该死亡, 没什么可惜的。 确定伪装成功, 我朝超市方向大步走去, 断腿恶种应该是中级恶种, 因为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出来。 只是不知道, 这伪装能不能蒙骗过高级恶种。 万一被超市被高级恶种当众揭穿, 那就再见了妈妈, 今晚我就要远航, 我来到超市门口, 门猛地被打开了, 是我的辅导员。 奇怪, 我竟闻不出你的等级。 我是什么等级, 还要跟你解释吗? 对不起, 你一定是高级进化型恶种, 难怪我闻不出来。 哼, 您下载食堂被一群学生袭击了, 人手不够, 托我来叫你们。 什么? 这学校都搜遍了, 怎么还有这么多? 对面一共有多少人? 导员大哥, 你不是叫抽象派艺术的吗? 问得这么具体, 我真的很难编啊。 我怎么知道, 当然比我们人多, 否则怎么会来叫你? 对, 对, 您说的是。 这家伙智商看上去不怎么高, 八成是个中级恶种, 超市老大是谁? 就是我呀。 林夏居然没有派高级恶种来, 超市这么重要, 万一被那群学生盯上怎么办? 学校不是没几个高级恶种啊? 您不知道吗? 您应该…… 废什么话, 赶紧去增援林夏。 不是您一直在问我话吗? 问你你就答, 快带人滚。 仗着自己智力正常, 我开始欺负老十人, 不对, 是老十种。 导员恶种怪叫一声, 超市里的所有恶种倾巢而出。 见他们准备走, 我刚要松一口气。 导员恶种却忽然脸色诡异地转过头, 死死盯着我。 我们走了, 超市怎么办? 嗯, 我勉为其难地帮你守一会儿, 快去快回。 你为什么要帮我? 他的话里裹挟着怀疑, 四周的目光也朝着我聚集而来。 高级恶种的想法, 也是你这狗东西配过问的。 导员恶种带着其他恶种朝着食堂撒鸭子跑过去了。 食堂离这里有八百多米, 抓紧点应该够了。 我快速走去, 在窗口点燃蜡烛, 接着, 打开仓库后门。 我守在前门窗口, 盯着恶种们回来的方向。 只要他们出现, 我就立马从后门逃跑。 我听见仓库里有人搬东西的声音, 我心里有些雀跃, 等下回去就只要找机会拿车就能出城了。 才十来分钟, 导员丧尸们飞速朝这边冲来。 我立马来到后门去拉门出去。 什么? 门被从那边锁了? 不可能吧? 噢, 一声巨响, 我身后的门被恶种们撞开。 我靠着仓库后门, 看着眼前的恶种, 看来只剩下一个办法。 我冷笑一声, 淡定地看着导员恶种走过来。 你骗我, 你是人类。 我淡淡一笑, 不仅不慢地整理发型, 理了理衣服, 偷偷, 贵得无比标准。 各位壮汉, 咬人不咬脸, 其他你们请便。 我的肩膀, 胳膊都被撕咬着, 肉体的疼痛被愤怒盖住了。 在陷入黑暗之前, 我的脑袋里只有一个问题, 是谁把门从外面锁上了。 我再次睁开眼, 漆黑的眸底散发着嗜血的深红。 我去你遛旧的。 附近的恶种快步走来, 其刷刷低头表示诚服。 我清晰地感受到这些恶种身上, 有股低劣的塑料气味, 看来我觉醒了高阶恶种的血脉。 我一脚踹开身后从外面紧锁的门, 一把漆黑的铁锁挂在门上。 那个锁门的人走得匆忙, 甚至没有来得及拔掉钥匙。 不是说恶种没有情绪吗? 为什么我现在心底的恨意膨胀得快要爆炸? 我用矿泉水洗了洗身上的污血, 又用纱布包裹伤口。 我看着那些面目丑陋的恶种, 在想起将我锁住的人, 一时间不知道哪个更加面目可憎。 月色下, 我看向图书馆的方向, 眼底的恨意越发嗜血危险。 来到图书馆门口, 我稍一用力, 图书馆一楼的铁栏被强行推开。 在这等我。 我直奔之前藏身的借阅室。 刚到门口, 就听见一阵吵闹声。 都给我滚一边去, 我要去救他。 冷静, 现在我们贸然前去, 根本赢不了。 为什么没人等他一下, 你们就那么怕死吗? 以后再也没有人给我撑腰了。 我推开门, 图书馆顿时安静了下来, 眼前的众人满脸惊讶。 小天, 你还活着? 赵盛南朝我走来, 站着别动, 这些人真的很香, 我强忍着一口咬断赵盛南喉咙的冲动。 小天, 你刚才都是谁一起去搬东西的? 我, 赵盛南, 韩宁, 安雅, 赫燕, 和另外两个人。 妈的, 这么横干什么? 真把自己当老大了, 不就搞了点物资吗? 是啊, 就去超市搞了点吃的而已, 牛气什么。 别说了, 小心他把你俩剁了, 呵呵。 一点物资, 那是我用命换来的。 你自找的, 我们求你了吗? 你这装逼也太装过头了吧。 我走到正年的面前, 单手抓住他脖子, 将他提了起来。 他的脸上露出恐惧至极的表情, 我直接一口咬断了他的脖子。 众人满脸惊恐, 这要是谁的? 发生什么事了? 我费尽心思给你们找机会找食物, 为什么把我反锁在超市里? 有人把你反锁在超市里。 小天, 我一定会为你找到那个害你的人, 你先冷静下来, 我知道你跟其他恶种不一样。 我冷冽的目光一一扫过众人。 哇, 好多人。 我让你们进来了吗? 恶种们顿了顿都后退几步。 我去, 你不但变成恶种了, 居然还是高级恶种, 那些恶种都是你的小弟吗? 我顿时感觉有点飘了, 当然是了。 哇, 连高级恶种都是你的小弟啊? 那当然。 啊, 高级恶种? 我察觉到不对, 回头看去。 林夏带着其他恶种, 正冷笑着站在图书馆门口。 昏暗的烛光落在林夏的脸上, 异常诡异危险。 哇, 太厉害了吧, 连林夏都是你小弟。 完了, 哇, 完了, 巴比Q了。 没想到还有残留人类躲在这里。 林夏走过来, 打量了一下我。 是你, 居然还是高级恶种。 不错, 之前在宿舍被你电倒, 我就觉得你是个可造之才。 林夏身体散发着一种让人不能违逆的高级气味。 完蛋了, 林夏等级果然比我高。 上。 丧尸们咆哮着朝着图书馆的人靠近, 众人都面露惊恐地后退。 我现在也不好受, 林夏的命令像一股电流不断刺激着我的大脑, 似乎只有我顺从才会停止。 张着血盆大口的丧尸已经将他们死死围住, 都住手。 丧尸群真的停止了动作, 这些丧尸不能违抗林夏的命令, 自然也没办法违抗身为高级恶种的我。 林夏难以置信地看向我。 你居然能违抗我? 杀死他们。 恶种们继续嘶吼着逼近, 众人再次面露绝望。 我说站住, 恶种们的脚步瞬间顿住。 杀死他们。 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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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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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去, 你干嘛? 你已经变成恶种, 总要杀人维持状态, 否则早晚身体会腐烂。 我他妈看你是个人才, 怎么你这百来斤的体重, 九十九斤反骨。 身体坏不坏, 那是我自己的事了, 就不劳你费心。 今天你就是要跟我, 对着, 干到底事吧。 那也倒是未必, 你们来一次也不容易, 这样吧, 我可以给你们几个尝尝先。 这妹子能抗住血脉压制, 只怕这觉醒等级不比我低多少, 硬刚下去也不太占便宜。 行了, 给多少。 居然这么好说话。 我收了收, 原本想趁他大意, 给他松松薄的菜刀。 我的目光看向众人, 众人都紧紧盯着我。 好家伙, 腿都哆嗦成这样, 还能思考出最佳对策。 我的目光定格在只剩一口气的正年, 和他那两壶捧狗友身上。 我记得他们说过, 女生没啥用, 他们身体壮, 丧尸来后会替女生们挡在丧尸前面的, 这不, 机会就来了。 不要啊, 我家里母亲六十多岁了, 老来得子才有我这么一个儿子, 我要是死了, 他可怎么办啊? 我我妈妈都八十八了, 我弟弟今年才两岁, 还在家里等我回去, 求求你们放过我, 去试别人吧。 见这几人苦苦哀求, 我也是十分动容。 放心吧, 你们为我们做出的贡献, 我们莫齿难忘。 我们这么多人, 就给三个。 不管宝, 快滚, 林夏阴着脸盯着我看了半晌。 把那三个带走。 恶种们朝着正年三人冲了过去, 顿时惨叫声连连。 小天, 谢谢你救了我们。 他伸手就想抱我, 我却后退了好几步, 在我背后捅刀子的人, 就在他们当中, 这比恶种更可怕。 赵胜男眼神落寞地愣在原地。 你放心, 害你的凶手, 我们一定会找到。 那你可一定要快点。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越来越想吃掉你的头了。 凌霄默默默后退几步。 小天, 你和我们一起去边境吗? 我现在是恶种, 不应该带着病毒离开这里。 可是, 如果不去, 这辈子都没办法看见妈妈了。 跟我们走吧, 你不是恶种, 你是我的朋友。 我出不了边境的, 我会被子弹打成筛子。 不会的, 你除了想吃别人的头, 跟正常人没有区别。 好吧, 就算死, 我也要死在自己家里。 那明天早晨, 我们就出发吧。 大家都表示赞同, 想到明天就可以离开学校, 大家都很高兴, 只有赵胜男安静地看着我。 夜深, 我站在窗户前, 看着仍然火光冲天的城市。 赵胜男走了过来。 如果这一趟路顺利, 凶手可能会就此逃跑。 没关系, 我不会再被坑第二次了。 我很想把内心深处的想法和赵胜男倾诉。 也许我被咬后, 转化为高级恶种并不是偶然, 是有人刻意计划的。 我并不是瞎菜, 变成高级恶种后, 被忽略的记忆也突然变得清晰了。 几周前, 我在学校门口被旺财咬了去校医室, 我瞥见校医将淡绿色液体 掺进狂犬一秒钟。 现在回想起来就很不正常, 尤其是几天后, 校医见到我时, 眼里露出的诧异之色更是诡异。 当时没在意, 现在越想越可疑。 我很想和赵胜男 唠一唠自己的心中所想, 只是赵胜男也是搬东西的人之一, 没有排除嫌疑。 有八卦不能说的感觉 真的挺痛苦啊, 比被恶种咬还痛苦。 贺燕走过来, 淡淡开口。 我找到一些尸体, 收集了两瓶血液。 谢谢。 学校里的活人基本上没了, 这些血液应该是他从一群低级恶种的手里 抢了一个还算新鲜的死人。 凌晨五点, 天刚梦梦亮。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每个人都很紧张。 路上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 千万不要掉队, 遇到事情也要保持冷静, 听从指挥。 真羡慕你们还是人类, 要对抗恶种。 不像我, 不要对抗恶种, 还可以让中低级恶种听我的话。 可恶, 被他装到了。 这一路上畅通无阻, 只有很少几只低级恶种。 来到停车场, 我却僵住。 停车场里的车都被烧了, 包括白安安的两辆奔驰。 是临下干的吗? 难道学校里的高级丧尸 就只剩下临下一个了, 而他被我干扰控制不了中低级恶种, 又不甘心放过这么多活人, 所以离开学校班就冰了。 那烧了这些车, 大概是不想让我们跑太远, 不好追。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硬办。 出学校找车。 有车咱们也没钥匙啊。 我是积电专业的, 找个公交车, 我能试试改线路启动。 走到学校门口的十字路口, 路上的恶种数量少得出奇。 学校附近有警局, 如果能弄到枪, 我们在高级恶种眼皮底下, 活着离开的概率会更大。 你们愿意试试吗? 众人都面露蓝色, 谁也拿不准警察局里 会不会有更可怕的恶种。 我们还是快点搞到公交车, 然后上高速去边境吧。 对呀, 一口气冲出去就行了。 难道没人想过高速被堵吗? 在病毒爆发后, 应该有一大群人 想要快速逃离这个城市。 现在的高速 应该早就被堵得死死的, 从室内走才有一线生机。 那你们先去找车, 我去警局看看, 我跟你一起去。 你走了, 等下来了很多恶种, 我们怎么办? 对呀, 哪怕是低级恶种, 也很可怕。 跟我什么事? 你们没手没脚吗? 不行, 你去了就没人去弄公交车了。 我 我跟你去。 但麻非要耽误时间, 直接找车走人多好。 如果找到车, 我们还没回来, 你们直接先走就是了。 不管有没有找到车, 我们会在附近的公园南门等你。 嗯, 我跟贺燕来到警局, 门口有大量的血迹, 却连一只恶种和尸体都没有, 这场景怎么看怎么诡异, 我们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 这么多房间, 我们一间一间地找。 分头找快一点。 贺燕刚要走, 就被我伸手拽回来。 快什么快, 又不着急, 你和我一起找, 万一遇到中低级恶种, 我可以保护你。 好。 我们找了好几个房间, 终于找到了枪, 的子弹。 一百发一盒, 整整四大盒, 我眼底直冒金光。 只需要用来对付高级恶种的话, 这完全够了。 我兴奋地将子弹装进包, 我据你码。 贺燕也被我优美的中国话吓了一大跳, 是一棵歪脖子树上绑着一具尸体, 尸体的腹部似乎绑着几把枪。 是陷阱, 只是不知道是人类还是恶种干的。 是恶种。 万一是警察准备的吸引恶种的陷阱吗? 不可能, 你仔细看看, 那些枪不是绑在腰上, 而是插在肚子里, 人不会干这种事情。 更别说警察。 你在这里藏着, 我出去拿, 恶种不能把我怎么样。 小心。 我朝着尸体走去, 忽然听见一道子弹向膛的声音。 我几乎是本能反应快速侧身, 子弹从我小腿擦过。 小天。 别动。 我目光直直望着子弹射出来的方向, 是一个身穿制服的人, 他看到我的目光愣住了, 从二楼窗户跳下来到我面前, 仔细端向我。 是高级恶种? 奇怪, 你的味道怎么和其他恶种不一样? 他绕着我看了一会, 怎么不一样? 我去, 你能自愈。 那个恶种掀开我后背的衣服, 紧紧盯着我的伤口。 好开。 不是吧, 你不但能自愈, 还和人类混在一起。 这是我的口粮, 我喜欢小鲜肉。 那你这个口粮可真够听话的。 我从树干上的尸体抽出了两把枪。 你叫什么名字? 从气味上判断, 这个恶种应该是和自己一样的同等级高级恶种, 没有谁上谁下之分, 那这就不太美好。 明浩。 他突然咧嘴笑了, 牙缝里干干净净, 身为恶种, 他居然也知道刷牙, 看样子智力确实不低。 这个子弹和枪的陷阱, 是捕获人类的。 当然, 想搞枪的人类可不少, 这个兄弟给我吸引了不少口粮呢。 你既然是高级恶种, 为什么不带点中低级恶种去人多的地方扫荡? 那个林夏知道吗? 那个变态好像升级了, 现在是更高阶的恶种, 我们这些高级恶种也顶不住他的精神控制, 附近的所有恶种全被他召集去组建军队了。 组建军队? 那是要干什么? 你没看A市外围的人发布的信息吗? 像林夏那种高智商恶种, 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任由军方发导弹把他们炸成灰。 你是说他们准备反击? 明浩盯着贺燕,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你这口粮能不能分我一点? 我很久没有进食了。 我嘴角抽了抽, 行啊, 我朝贺燕眨眨眼, 贺燕会以低下头没说话。 等疗完再吃, 我记得就算是高级恶种, 好像也只有见识本能和杀戮智慧吧, 你好像也有情绪。 嗯, 除了饮食习惯变成恶种之外, 我和人类好像没多少区别。 那你还吃得吓人? 你知道我是怎么被咬的吗? 在恶种冲进来的时候, 明明有足够的时间, 但是我的好兄弟们把我关在门外, 死活不开门, 他们根本没把我当人。 好了, 差不多了吧, 该给我吃点了吧。 刚才研究了好一会, 我已经差不多把子弹装好, 弄明白怎么关掉保险了。 不行。 你在耍我? 我的枪口顶着明昊的脑门, 明昊反应也不慢, 枪瞬间也顶在我的头上。 亏我还拿你当同类, 原来你从刚刚就惦记着干掉我。 哼, 你这小姑娘, 看得不大, 心思还挺缜密的, 如果是病毒爆发之前, 真的很适合静警局工作。 别夸, 我会飘, 话说咱们两个都是恶种, 何必这样呢? 不是你先下手的吗? 嗨嗨, 说实话, 咱俩都有神志, 又都不想听林夏的话, 完全可以联手。 我可一点都不想和眼前这个恶种, 就这样平平无奇的同归于尽, 我还想做很多事情, 万一被明浩看出我的恐惧, 那我就输了, 会被他拿捏死。 因此, 我尽量让脸上的表情更加冷酷无情, 要么和我联手, 要么死。 我去, 现在女大学生这么硬气的吗? 这女孩不会真的是个疯的吧? 算了算了, 怕了。 明浩冷冷一笑, 放下手中的枪。 联手, 我很饿, 你不让我吃饭, 那我不是等死? 我保持着持枪的姿势, 淡漠的目光看向贺燕。 小贺啊, 把我的午餐拿出来。 是, 老大。 贺燕拿出装写的杯子打开了盖, 闻到血液的味道, 明浩的眼睛亮起来。 她接过杯子, 大口喝了起来。 我收起枪, 又递给贺燕枪和一把子弹。 没想到你这口粮这么听话, 怪不得你不让我吃。 跟着我, 我们可以去医院找血液。 你们打算干什么? 你说的临下升级了, 是怎么回事? 恶种不应该是被咬了, 就变成低中高等级了吗? 具体不清楚, 可能是临下吃了足够多的人突破了某个灵界值, 所以比我们这些没吃什么的高级恶种都强一些了吧? 就是精神控制力变强了? 当然不是, 她的气味和身体构造也发生了改变。 什么变化? 你见过吗? 我在楼上看见, 临下抓来几个锁里, 关着的混混, 她嘴里伸出了血液的口气, 直接插进脑袋吸食脑水。 她在桌布上有道刺, 背后似乎长出了一些类似于蝙蝠结构的翅膀, 但我离得远看得不真切。 我有些傻眼, 从嘴里伸出红色口气, 光想想都恶心的不行。 如果我变成这个样子, 我更愿意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必须快点去边境, 提前通知军方轰炸城市。 你想帮人类, 我可不想。 你没有去帮临下, 是因为你也不希望临下冲出边境吧? 外面的城市肯定还有你在乎的人。 不, 我只想在这一个月快乐地活着, 快乐地干饭, 快乐地被军方的炮弹轰死。 哦, 好吧, 那我不强求。 我朝贺燕使了个眼色, 等明浩放松警惕, 就由贺燕开枪, 摧毁脑干, 一击毙命。 遇到一个和自己遭遇差不多的恶种, 我还是很希望明浩能和自己一起走的。 虽然我不信任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和恶种, 但A市外有我老妈, 无论如何, 我要集结所有的力量, 尽力让这该死的恶种病毒终止在A市。 而且明浩见过我, 如果明浩向林下暴露我的行踪, 我和其他人都会陷入危险。 贺燕已经准备开枪了。 A市外面确实有我在乎的人, 是我的女朋友在隔壁灵河市做捡洗浴师。 但我不可能离开A市, 就算能出边境, 身为恶种, 饥饿和尸杀的情绪上来, 我也很难控制。 可是我, 你真的能管吗? 好枪法, 这, 这是见面礼。 谢谢。 我们来到之前约定好的地方见面, 我还没靠近, 就听见了空气中压低的谈话声。 对, 我们得防着他, 他毕竟是恶种。 我说最后一遍, 他们几个新的就算了, 你们俩别太过分了, 别忘了, 是他把你们从临下的手里救出来。 你难道忘了, 他刚进门那会有多么疯狂, 万一他突然发狂, 我们一个都活不了。 这几个匕首, 是我们刚在一辆车上找到的, 我们藏身上别被他看见, 这样倒是也能自保。 哈哈, 这就是你拼死护着的那些人类, 这可真是患难见真情。 我回来了, 众人站在一片树林后面, 队伍里好像还多了几个人,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有好而真挚的笑容。 听说你们去找枪了, 找到了吗? 我们找到枪, 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众人都有些愣住。 这么想要? 明昊穿着制服, 众人脸上顿时满是惊喜。 你是警察? 你是来救我们的吗? 救你们? 想多了, 黑时早就沦陷了, 指望我救你们, 在做梦吗? 而且他为了拿枪, 中了我一发子弹, 还差点被我抱头, 才拿到这么几把枪。 而你们就在这里巴巴几句, 就想轻而易举地获得别人的物资。 我们只有四把枪, 除了我们三个, 还有一把。 我拿出那把枪, 走到了赵胜南面前。 赵胜南接过枪,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这不只是一把枪, 也代表我的信任。 路上的公交车, 要么被破坏了, 要么烧毁了, 我还看到一辆公交车挂在树上, 我真好奇,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只能先不行离开, 看看沿路有什么能用的代步工具了。 我们什么时候走? 晚上走。 恶种虽然强, 但没有夜市能力, 晚上我们会更安全一些。 除了锁门那一件事, 到目前为止, 凶手还没有露出任何马脚。 我不能就这么观察下去, 凶手隐藏得太好, 什么都观察不出来。 得找个机会, 让凶手主动露出马脚。 背后忽然被人猛拍一下, 我去, 我几乎本能地伸手一拳打出去, 众人全都吓了一跳, 连我都一脸猛逼。 过了好半天, 他才重新手脚并用地站起来。 好家伙, 我的头都被打掉。 众人都吓傻了。 对, 对不起对不起。 虽然恶种的力量, 确实会被强化一点, 但你这一拳也太离谱了。 我有话和你说。 我和明浩走到一旁。 什么事? 那个黑色齐刘海的矮个女孩, 你要多留意, 她有问题。 我顿时愣住。 黑色齐刘海的矮个女孩, 是安雅。 你为什么觉得她们有问题? 那个女的身上的味道, 跟林夏有点像。 上次见过林夏, 没怎么留意, 我也不清楚林夏现在什么味。 林夏已经变成更高级恶种了, 她的味道肯定会更不一样。 如果说, 安雅和林夏想, 是不是意味着安雅也是更高级恶种?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她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过了两三个小时, 天渐渐黑下来, 众人都已经准备好出发。 反正她们也不相信你, 不然让我吃一个, 我饿了。 饿了忍着, 说实话, 我也饿了。 之前准备的口粮给了明浩, 我现在的身体已经有点饿脱力了, 一股想咬人的冲动在骚动着。 一行人走了四个小时, 时间已经到了深夜。 姐姐, 你这是何必呢? 反正这些人也不在乎你的死活, 抓一个来吃吃也没关系。 不行, 他们比我的命还重要。 别的不提, 如果没有他们, 我是没可能从边境混过去的。 观音菩萨来了, 都得叫你大哥。 我和明浩的对话, 虽然声音很低, 但众人走得很近还是听到。 不少人用感动的目光看向我, 感叹自己运气好, 遇到我这个爵士大善人, 不对, 是爵士大善种, 已经累得精疲力竭的众人终于停了下来, 眼前是凹府大桥。 只是诡异的是, 桥上的灯全部亮着, 跟四周一片黑暗的环境格格不入, 仿佛写着此地有诡异般。 桥上有几辆车, 看不清车里是否有人埋伏。 这不会是恶种为了猎捕人类而设置的陷阱吧? 谢谢, 你不说我们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是陷阱呢? 那艘观景船里肯定有救生医, 咱们要不趁着夜色游过去? 不远处的一座观光游艇撞在岸边上, 等等, 再看看。 在观察什么? 再不游过去天就亮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我没有再说话, 已经劝过了, 再劝就不礼貌了。 说话的脏便男和另外几个人不由分说, 去了那艘观光船。 很快, 那几个人就拿着几个救生衣回来了, 脸上戴着得意的表情。 你们也太傻了, 如果一起去能拿回来更多救生衣, 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你们慢慢傻等吧。 别以为你是高级恶种, 我们就什么都会听你的, 这队伍如果给我来带, 会带得更好。 啊, 对对对, 脏便男几人跳进水里, 然后快速地朝着河对岸游了过去, 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 几人游得很快, 没一会儿就渡过了一半。 没事, 快过来吧。 众人脸上一洗, 纷纷准备去拿救生衣。 什么事也没。 我猛然抬头看向河面, 河面无比安静, 仿佛从来没有人下去过。 众人吓得呆在原地, 他们不敢发出声音, 也不敢有任何动作。 我慢慢走到河边, 朝水里看去。 黑漆漆的水面下, 隐约有什么在游动。 喂, 底下的是恶种吗? 水面上十分平静, 无人回应。 我皱了皱眉, 从岸边捡起一块石头, 朝着水里砸下去。 还是没动静。 我不耐烦地, 又捡快更大的石头砸下去。 还是没动静, 就在我还要继续的时候, 水面这才开始冒泡。 是一个软啪啪的章鱼的头。 我服了, 人家不搭理, 你你就快躲开得了。 还往水里扔石头, 有没有功德些? 我震惊地无以复加。 你这臂玩意, 也是恶种。 我在水下玩得好好的, 你丢啥石头? 我摸了摸鼻子, 没搭话。 眼前的人鱼恶种, 似乎也是高级恶种, 在等级上不比我高。 咦, 你怎么没有变异? 变异这么难, 当然只有天选之子才能成功。 那也是, 呵呵。 你是进化后的变异, 还是被咬之后就立刻变异了? 当然是进化之后, 我之前只是一个终极恶种。 原来终极恶种也可以进化成高级恶种。 离离圆尚谱。 你似乎是初代高级恶种。 哎, 奇怪, 你的味道怎么不太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反正不是纯粹的高级恶种的味道。 人鱼目光缓缓看向我身后的黑色。 好多人类啊, 我不能上岸, 你能不能帮我抓过来? 人鱼恶种指了指黑暗的方向, 那正是其他人躲藏的地方。 你不能上岸, 所以, 你把这个桥弄得这么亮, 是为了骗人类? 白天我可以转化为人体形态, 晚上却只能待在水里, 为了能在晚上吃饱, 我在这个上面弄了这些灯。 四周这么黑, 桥上这么亮, 自作聪明的人类一定以为 桥上是陷阱, 然后游泳。 那边的游轮和救生衣也是我放的, 嘿嘿嘿嘿, 这个方法非常有用, 至今为止, 算上刚才那几个人, 我已经吃掉二十几个人了, 再过一段时间, 我就可以再次进阶。 所以, 你快去把那些人类抓过来。 原来你不能上岸, 我的石头把它砸得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进了水里。 你竟然跟人类为伍, 我记得你了, 我一定会报仇的, 哎哟。 过桥吧, 众人连忙冲上大桥, 就在众人走到过半的时候, 桥面上的灯忽然熄灭了, 四周除了哗啦啦的水声外, 变得无比黑暗而死寂。 下一秒, 脚下的桥体发出巴哒巴哒的声音, 我们上当了, 快跑。 那个人鱼恶种夜晚, 也可以离开水里, 他那么说, 就是为了骗我们过桥, 人群里忽然传出一声惨叫。 人鱼恶种的圆形大口, 狠狠咬在昆昆的头上。 这场面, 吓得众人开始逃跑。 开枪。 子弹打在人鱼恶种身上, 只听见金属碰撞的声音, 这个人鱼恶种身上, 不满坚硬鳞片。 人鱼恶种的众手快速甩出, 明昊和贺燕被打得倒飞出去, 贺燕砸在车上晕了过去, 明昊直接飞进了河里, 带着贺燕快跑。 赵盛南朝着贺燕跑去, 人鱼恶种见人类都跑了, 显然有些着急了。 你没进化, 不是我的对手, 别爱我的事, 我懒得对付你。 虽然这个人鱼恶种满是鳞片, 但他的头却是章鱼那样柔软滑腻, 如果能绕开触手, 打到他的章鱼脑子就好了。 我收起手枪, 摸出一把匕首。 这就是自己找死了。 身为一个高级恶种, 却没有觉醒任何能力, 还不如一个终极恶种, 真不明白你这种不思进取的人 为什么能直接变异成高级恶种。 去死吧。 就是现在, 我将匕首狠狠刺向人鱼恶种的脑袋。 人鱼恶种疼得怪叫一声, 一条触须猛地扎进我的肚子。 没多久, 它摇晃了几下, 无力地倒了下去。 我勉强站稳身子, 可能是因为长时间没有进食, 伤口愈合的速度有些慢。 我走过去, 从人鱼恶种的脑袋里收回到, 黑暗中, 有什么隐隐发出淡蓝微光。 是一个发光晶石, 握在手里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小天, 太好了, 你没事。 这也太牛了吧, 这么丑的恶种居然也被你杀死了。 是赵盛南他们, 他们没走多远, 就碰到了镇定后回来救我的同学, 贺燕也醒了。 过了桥很远后, 众人才筋疲力尽地 在公园树林里停住脚步。 淡蓝色的晶石 不断击退不断涌出的饥饿感, 我犹豫了一下, 将它塞进嘴里。 我清晰地感觉到晶石进入胃腔, 迅速被胃腔四臂吸收。 我对血液的饥饿感一扫而空, 身体恢复得似乎也更快了。 一些淡蓝色的花纹在手臂上蔓延, 我的胳膊上开始向外生长细小的鱼鳞。 鳞片, 我不会要变成那个人鱼恶种的样子吧, 别啊! 我的身上不能控制的浮现更多鳞片。 小天, 你还好吗? 湖边除了一滩血外, 什么都没有, 水里泛起微微的波纹。 小天! 怎么了? 小天想不开跳水了。 水底我紧紧抱住头, 鳞片覆盖了我身体大部分地方, 背后还有几条触手扭动着。 我现在是彻头彻尾的怪物了, 根本不可能回到人类世界了。 这个样子, 即便是妈妈看见了都会吓得心脏病发作吧。 一只水蛇朝着我游来, 一条触手搜的射出将它一击毙命。 我尝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 一点点去感受自己新增的触感。 下一秒, 鳞片开始退去, 从背后伸出来的触手也快速收缩回去。 我默默用力, 果然, 触手再次展开, 看着自己的双手双脚, 我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我还是个人, 至少还是人类的模样。 赫燕看着平静无波的水面, 一向冷冽淡漠的眼底浮现一抹慌乱。 小天, 你快出来吧, 我再也不在背后偷偷说你坏话了。 真的? 你进化了? 普通人察觉不出来, 但明昊能清楚地感觉到我身边散发出来的压迫感。 我点了点头。 奇怪, 你的身体好像没什么变化。 我可以控制, 暂时还不方便展示给你们看。 大家散开, 去附近商店收集物资。 赫燕靠近我, 小天, 我 我还没吃饭, 我要去医院拿鞋带。 你和我一起去呗。 你的手脚是摆上吗? 自己去。 赫燕冷冷开口, 盯着明昊的目光颇为不善。 不行, 医院每天人特别多, 万一也出现林下那样的高级恶种想控制我, 就惨了。 我当初答应过他帮他解决食物问题, 我们来到距离我们最近的A市中心医院, 里面空荡荡的, 只有几具腐尸。 医院里的恶种, 估计也被高级恶种带去林下那了吧。 明昊迫不及待冲了进去, 看得出他是真的饿了。 路过了一楼的药房, 玻璃门赫然出现了一个半腐烂的人脸。 卧槽, 你, 你, 立正, 稍息吧你。 是一只低级恶种, 他的目光掠过我正死死盯着鹤燕。 玻璃门是从外面锁上的, 这只恶种是被人关在里面的。 恶种的胸前有一个工作牌, 顾欢, 研究专员。 一声枪响过后, 鸣叫顾欢的低级恶种倒在了地上。 鹤燕开始搜集一些常用药。 我突然看见落种手里一直紧紧握着一张纸条。 我拿来展开一看, 上面写着, 一件三连别墅小区八栋。 这个地址有点耳熟, 但是一时想不起在哪里听过。 你知道一件三连别墅小区八栋吗? 好像是学校女校医的家。 校医室的通讯录上有。 提到女校医, 我瞬间回想起女校医往我的狂犬疫苗里注射的淡绿色药药。 那个女校医跟顾欢又是什么关系? 难道是她们创造的病毒? 如果病毒是人为创造的, 那发明病毒的人就算没有研制出解药, 也一定有对病毒详细的资料。 如果拿到资料, 去了边境后交给军方, 或许有机会终结这场灾难。 楼上突然传来明浩的惨叫声, 我迅速朝楼上跑去。 血库房里, 明浩躺在地上, 身上被泼了一层白色药水, 发出呲啦呲啦的腐蚀声音。 一个女医生拿着一个装满白色液体的瓶子, 见到我们过来, 她显得更加惊慌。 别害怕, 我们是人。 别过来, 滚开。 女医生根本听不进去, 举着手中装着白色液体的瓶子挥舞着。 烦死了, 能不能冷静下来, 好好交流。 下一刻, 几条暗红色的触手急速射出, 白色瓶子被卷走, 女医生也被牢牢地钉在墙上。 我的触手比之前人鱼恶种得更纤细, 显然在速度上更灵敏。 你们朝着她身上喷什么了? 女医生有点被吓傻了, 毕竟人畜无害的少女挥舞着触手, 确实挺少见, 她盯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贺燕用一旁的桶装水冲走白色液体。 明浩浑身一颤, 猛地清醒过来, 她眼底浮现起滔天的杀意, 站起身想要把它撕成碎片。 敢偷袭我? 我他妈? 嗯, 真香。 我捏了捏眉心, 这医院就剩下你们一个活人吗? 我尽量露出一个友善的微笑。 我看了一眼她胸前的工作牌, 谢乔, 牙科主任。 我还是挺想知道, 这个白色的液体是什么东西的, 看起来比枪好用, 不过这上面什么都没写。 救, 救我了, 其他人都被感染了。 好吧, 请你节哀, 我们虽然被咬了, 但还是有神志的, 你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 我想走过去拍一拍谢乔的肩膀, 安抚一下她。 但是谢乔脸上出现了一种视死如归的表情, 我和我同学们准备一起去边境, 你可以和我们一起。 边境? 你们要去边境, 你的同学都是人类吗? 嗯, 除了我和明浩之外, 都是人类, 这个东西是什么? 居然让明浩这样的高级恶肿痛得无法动弹。 妈的, 那玩意沾一点就动不了, 身体还跟烧起来一样痛。 谢乔有些迟疑地看向那个瓶子。 那是我的同事前些天带到医院来的, 说有病毒在扩散, 这个可以用来自保, 但当时没人拿他的话当回事, 后来顾欢突然开始变异了, 我们就将他关在了楼下药房。 我愣了愣, 是楼下那个顾欢带来的, 看样子顾欢早就知道即将有病毒爆发, 但他自己竟率先被病毒感染, 这应该就是顾欢为什么死死捏着那个地址的原因。 在变异之前, 他估计很不甘心, 因为他自己居然被人算计了, 这个东西还有吗? 有一点, 放在泄库的冷冻柜里。 问完话, 我回过头, 恰好对上赫燕深邃的目光。 我顿时愣住, 完了, 被看到了。 刚刚情况危急,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的出手攻击。 赫燕会怎么看我? 其他人会怎么看我? 从此以后, 我彻底没办法伪装成一个正常人了。 认命了, 这就是母胎单身狗的命吧。 这就是你之前选择跳进水里躲起来的原因。 你们人类这边不是之前就对我已经十分防范了, 如果被人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他们只会更加警惕防备我, 万一再出来一个背后捅刀的人, 我估计过不了边境了。 我和他们不一样, 从病毒爆发开始, 我留在这个学校都只是想要带你离开。 啊? 为什么? 你还记得高中? 老宝, 唉, 你想多了, 你进化出来的性武器真的不丑, 我感觉老帅了。 对了, 刚才那人跑了, 要追吗? 我回过神, 突然想起来纸条的事。 不用, 随便他吧, 一会儿我想去意见三连别墅小区八栋看看, 先把这些白色液体带回去, 跟阿雅他们会合。 说完, 我又走进了血库收集那些白色液体。 不对劲。 贺燕指着楼梯间, 明昊顿时警惕起来, 刚被破个半死的事还历历在目。 什么东西? 明昊身后, 贺燕的眼眸犯着难测的危险和杀意。 啊, 贺燕, 你大大大大一大, 哎哟, 我的舌头。 他怎么了? 踩空了吧。 那他真是太不小心了。 对, 可能眼睛有问题。 白色液体有不少, 我只装满两个六百毫升的喷雾瓶。 毕竟锁门的人还在那群人里, 带回去太多, 如果被那个人拿来对付, 我就倒霉了。 我们赶回之前公园的营地, 看见几只恶种正试图击败赵胜南, 攻破人类防线, 其中还有两只高级恶种。 见到我过来了, 安娅脸上一洗, 小天, 快救救我们。 一只恶种看准机会, 朝着安娅快速冲过来。 我几乎第一时间弹射出四条触手, 每条都精准贯穿一个恶种的头, 鲸盒随着触手缩回身体被吸收。 我去, 咱这是幻魔幻剧本了, 也太帅了吧。 这, 人民币玩家吧。 吸收掉所有鲸盒之后, 我感觉自己身后隐隐长出了什么东西。 算了, 四条触手都接受了, 随便吧。 妈的, 居然又是进化型高级恶种。 我伸出一条触手, 卷住那个高级恶种。 谁让你们来的? 林夏吗?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当白色液体喷在他的身上时, 高级恶种的脸上露出了肉眼可见的恐惧。 我举着喷雾剂不要钱的朝眼前的高级恶种身上喷。 快救救我, 大人,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那边站着那群人分别是, 林霄, 韩宁, 安雅, 白安安, 还有另外两人。 是谁? 我又猛按了几下喷雾, 高级恶种痛苦地抽搐着。 是, 是。 下一刻, 高级恶种的头突然爆开了, 我有点猛。 明浩上前看了看。 是很专业的遥控微型炸弹, 这些人恐怕不简单。 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极其无辜, 手上似乎也没什么可疑的东西。 要我说, 既然凶手在这六个人里, 不如把他们都杀掉, 万无一失。 闻言, 六个人都难以置信地看向明浩。 虽然知道你不是人, 但是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是人。 没事的, 这个提议这么离谱, 肯定不会被采用。 好主意, 就按你说的来, 一天杀一个。 你是认真的? 六个人理由我的朋友, 我不忍心, 所以由明浩代劳, 将人带到我看不到的地方杀。 灵霄目光紧紧盯着我, 眼底是惊恶和茫然。 艾雅凄惨苦笑着, 以前受了欺负, 小天都会第一个为他出头, 现在却把自己列入了死亡名单。 韩宁一脸无语, 真倪玛倒霉, 算了, 早死早超生吧。 何小天, 你不是人, 诅咒你变异成超级丑怪物。 我的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我本来就不是人,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从今天开始吧, 第一个由我来, 救你吧。 你欺负人。 你欺负人。 从今天开始。 虽然我已经说了这么多, 但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会真的这么做, 一定还会有别的计划。 我的触手, 择起白安安。 救命。 说心底话, 白安安这个妹子并不坏, 虽然偶尔比较嘴贱, 但我心底并不讨厌这个人。 一条黑色触手, 快速贯穿白安安心口位置。 温血液溅在挤人的脸上, 这一刻, 他们才真的面对现实, 想起我也早就, 不是人类, 而是恶种。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你们仔细回想一下, 你们之中谁最有嫌疑, 要么就和白安安一样死。 去没人的地方吃, 不然影响心情。 明浩贪婪地闻了闻血液的味道, 眼中闪过一丝睿智, 他不动声色地把它抱进树林里, 片刻之后满嘴鲜血意犹未尽地走了出来。 为了不让情况变得更复杂, 我们放弃赶路, 在公园附近找了个大平层的空房子, 把他们分开关了起来。 我找了个洗浴间, 仔细观察身后的变化。 和我想的一样, 确实是翅膀。 宛如大鸟翅膀一般的巨大翅膀盘在背后。 我走出房间, 赵盛南站在门口, 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你也觉得白安安的事是我做的不对? 当然不是, 只是我担心有人会因此暗暗记恨你, 在过边境的时候给你下绊子。 别担心, 幕后凶手马上就会出来,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灵霄几人被单独关在不同的房间, 赫焰不让任何人给他们吃饭喝水, 他们现在饿的脸色有些苍白, 我拿着一瓶水和面包悄悄推门走进去。 对不起, 阿雅, 我的脸上充满不舍和自责, 阿雅目光中闪过一丝欣慰, 明昊杀你的时候, 我会让他把你单独带走, 然后送你去边境。 阿雅愣愣地看着我, 眼里泛出一些泪花。 所以, 小天怀疑了那几个人, 却唯独没有怀疑我。 这可真是可笑啊。 谢谢你, 小天。 没事, 谁让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呢? 先忍一忍, 喝口水吃点东西。 我举起水瓶, 小心地给他喂水。 阿雅咕噜了几口, 正要开口说什么, 我的触手瞬间弹射出。 他似乎早有提防, 反应也是极快, 触手勘勘擦破了他的脸皮, 他的身体像幻影般消失。 奇怪啊, 我分明没有露出一点破绽, 你怎么看出来我不是人类的? 阿雅摸了摸自己的脸, 破损的皮肤下裸露的地方, 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结构。 他无奈地用星红的眼睛, 冷冷地盯着我。 你先回答我, 为什么一直隐藏在我身边? 什么目的? 阿雅进化出来的异能是变换形态, 几乎没什么攻击类的技能, 但他的躲避速度很快, 又能与周围融为一体, 跟隐形了一样, 我几乎没办法打中他。 小天, 你太慢了, 抓, 到, 我的。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扑通摔在了地上, 他看向地上的矿泉水瓶, 不亏是你。 为了不让他闻出来, 又能限制他的行动, 我在矿泉水瓶里加入了少量的白色药剂。 小天, 加入我们吧, 你已经不是人类了, 人类总会清算你的。 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新主人。 我仰起触手, 顶住他的下巴, 要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我随时准备给他最后一击。 门外的人听见动静, 冲了进来。 亲眼看到安雅这个样子, 大家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不须这么恨我呀, 小天, 我也从没有害过你, 何必如此对我? 没害过我? 难道在超市锁门不是害我? 你没死, 而是变成了高级恶种, 这难道不是一种因祸得福吗? 这东西还真不要脸哪。 对呀, 如果不是小天运气好, 他现在要么已经隔屁, 要么是一个低能恶种。 之前我并没有真的杀死白安安, 只是巧妙地用触手让他窒息晕倒, 顺便扎破了两个血带来制造假象而已。 所以, 那两个叫你大人的高级恶种是你找来的? 为什么? 我只是好奇, 你进化出来的异能是什么? 没想到你居然找到能逼的恶种违背令令供出我的药水。 安娅盯着我的触手, 眼底流露出一种莫名的欣慰之意。 不得不说, 在所有的实验亭里, 你的进化最为完美, 最令人叹为观止。 女校医也是你吧。 只见安娅掏了掏, 随后拿出了一张人脸, 将脸皮放在脸上, 下一刻, 那张人脸就牢牢贴合在她的脸上, 连头发和身材都跟着一变, 极其自然, 毫无痕迹。 头发就算了, 连那都充气了, 这, 这也太作弊了吧, 小天, 快除掉这个祸害。 顶着女校医的脸, 安娅脸上浮现出一股诡异的笑容。 我是这场恶种病毒的策划人之一呢, 早在你们大一刚开学时, 我就会定期在学校食堂的食物里 投放病毒培养液, 我每天都在观察着你们每个人的变化。 啊, 难怪学校食堂的饭经常很难吃。 难吃其实是因为你们的身体在排斥病毒, 而你不同, 所有人都吐槽饭菜难吃的时候, 只有你大口炫饭, 甚至有一次我看到你一个人吃四份饭。 我妈从小教育我, 食物, 万物之本, 都是农民辛苦耕作的心血, 不能浪费。 而且, 我当时确实没觉得饭菜有问题, 听到三个摄友说要扔掉, 觉得浪费, 所以我才勉为其难地帮忙吃掉。 所以, 那个时候, 安雅还是安雅? 是呢, 不过你也不用怀念那个安雅, 开学一个月左右, 我就替代了她, 剩下的几个月, 你的好闺蜜一直是我。 我皱了皱眉, 触手逼近了几分, 后来, 我在你的疫苗上放了加强病毒, 病毒变种等等一系列实验药剂混合版。 安雅望着我的触手, 心底满是心上。 你全部都适应得很完美。 既然我是你的实验品, 那其他人呢? 为什么还要在他们身上投放病毒? 我死死盯着安雅。 当初在超市碰见的辅导员, 还有那些跟着林夏当小弟的中低级恶种, 曾经都是我的同学。 这是计划的重要环节呢。 安雅慢慢站起身, 要笑显然已经快失笑了。 什么计划? 我看向安雅的目光写满了坚定, 真相现在就在我面前, 我一定要得到答案。 很快你自然会知道。 头顶上响起一阵轰鸣, 我顿感不妙。 安雅从怀里掏出一副墨镜, 一道剧烈的爆炸声在头顶炸开。 我勉强站稳身形, 耳中一片嗡咪。 一颗手雷模样的东西被丢了进来, 顿时眼前白茫茫一片。 等回过神来, 安雅已经顺着一根爬梯, 钻进了一架悬停在空中的武装直升机。 再见了, 我最好的朋友, 希望下次看见你时, 比能在试炼中活下来。 眼看着直升机即将飞离, 所有人都急得脑门上直冒汗。 刚刚安雅的话, 他们都听见了, 他们无比希望能抓住安雅, 结束这场灾难。 看着越来越远的安雅, 我骤然展开深色翅膀, 在半空中完全展开翅膀扇了两下, 控制好平衡后, 我快速朝着安雅的方向追了过去。 今天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安雅跑了。 所有人抬头望向天空, 看着我挥舞着巨大翅膀, 一脸猛逼。 小天在短短几天的时间不断进化出了触手, 还进化出了翅膀。 不是, 幕后黑手, 你在搞什么呀? 同样都是病毒实验品, 怎么差距这么大? 众人逃来同情的目光。 我很快就追上了高速行驶的直升机, 这种人造机械虽然很厉害, 可操作起来还是很笨重, 而我进化出来的翅膀相比之下极为方便。 安雅诧异地看着我的翅膀, 眼底浮现一抹震惊。 不是吧, 觉醒得这么快。 怎么办? 大人, 情况不妙啊。 安雅有些头疼地捏了捏眉心。 开炮, 快开炮。 安雅眉头紧皱, 小天的成长速度远超她的预测范围, 已经切实地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计划。 打不中啊, 她的速度太快, 太灵活了。 野二比亚, 谁让你打小天了, 拿导弹打地上那些人。 飞行员顿悟了, 将目标定位地上的那些人, 一颗炮弹迅速飞出去, 几乎在炮弹飞出去的同时, 我的触手也几乎触碰到了安雅的身体。 电光火石之间, 我瞳孔一紧, 转身朝着那颗炮弹俯冲下去。 我看向地上的那些人, 众人都脸色苍白地看着空中, 甚至忘记了逃跑。 这个世界, 我在乎的人很少, 可偏偏他们也在其中。 我绝不能让在乎的人就这样消失。 我追上了炸弹, 我用力推着它, 试图改变炸弹的轨迹。 炸弹爆炸了, 巨大的冲击力将我击飞出去, 身体重重地砸在一辆汽车上。 赫燕冲过来, 小心地检查我的伤势。 我少见得在赫燕毛子里看到恐惧和绝望。 我的脑子有点疼, 经合可能受损了, 但是问题应该不大。 胸口的伤口看上去骇人, 但是对恶种来说并不算什么。 爆炸, 我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触手和翅膀形成了一个护盾, 挡住了大部分的伤害。 我想说我没事, 但是脖子软塌塌, 似乎也折断了, 发不出声音。 你别动。 看着我睁开眼睛, 赫燕脸上露出欣喜, 他摸出匕首滑开手, 鲜血顺着我的嘴角流进去。 我想阻止鹤燕, 但身体根本无法动弹。 我去, 我终于明白, 这小子上次在医院为啥无缘无故替我下楼了。 原来这俩人, 啊不, 一人和一种隔着玩芳心暗许, 搞人中恋是吧。 患难见真情啊。 太劲爆了, 这CP我磕了。 经过一下午的时间, 在血液的加持下, 我的身体很快地自我修复起来。 赵盛南和明浩, 不知道从哪找来一辆公交车, 时间不等人, 大家上了车, 开始朝着边境赶去。 小天, 你怎么看出来安雅有问题的? 开学那会, 安雅来世的时候, 整个人状态非常不对劲, 吓得我们宿舍, 当时差点都打120急救了。 事后他告诉我们他, 一直属于大姨妈要命行, 可后来他没有再发作过, 我甚至没见他买过用过生理用品。 我一直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也没当回事, 只当他有些夸大了。 可自从我变成恶种后, 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件事, 恶种是没有生理器的。 所以在我说, 安雅可依钱, 你就怀疑他了。 我的话不过是印证了你的猜测。 嗯, 而且安雅一直是个胆小谨慎的人, 她永远都会站在队伍后面, 当她迎着恶种冲到队伍前时, 我已经完全肯定她, 确实有问题。 这一晚上, 没了之前的压力, 大家说说笑笑。 在天还没亮之前, 就远远地看见军方在边境建立起来的防线, 高高的铁丝网几乎围住了整个城市边缘, 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军事设备运作着, 铁丝网附近有不少恶种的尸体。 显然, 这里时不时就会发生一场恶战。 明明天还没有完全亮, 但现在, 我的视野无比清晰, 很快捕捉到几辆隐藏在远处树林中的坦克和树上一些狙击枪的枪口, 甚至天空中还有一些无人机在盘旋。 原本我打算趁天黑带着名号飞过去, 现在看到那些雷达设备和狙击枪应该是行不通的。 我们停下车, 想要稍量下对策, 突然路边走出几个身穿军装的人。 什么人? 别开枪, 我们是人类。 我和众人连忙举起双手下了车, 众人配合地排好队跟着他们。 现在众人都很激动, 从学校到边境, 一百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我们却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 从内讧冲突, 到我被咬, 到遇到人鱼恶种袭击, 再到找到贾安雅, 我们经历了许多生死。 此刻看着眼前的军人和医生们, 大家心底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 除了我和明浩。 怎么办? 别慌, 我心里有数。 看着军人们森森的枪口和警惕的眼神, 我的脸色也不是很好, 马上就轮到明浩和我了。 为了让我们的血液看起来正常, 一路上我们喝了不少血包, 我们配合地抽完血后, 所有的血管都放进了保温箱里。 啊! 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所有人都看过去, 是鹤焰。 我悄无声息地用触手卷走我和明浩的血管。 对不起, 我们几天没吃东西了, 我滴血糖。 士兵们和医生投来同情的目光, 保温箱被医生提出去了。 十来分钟后, 看守我们的军人从耳机里得到了什么指令点点头。 你们今天还不能出A室, 需要在隔离房观察八小时, 我们会提供食物。 我们都松了口气。 又有人来了? 我站在门口, 看向外面的场景。 只见一个浑身是伤的男人, 拖着虚弱的步伐, 朝着军方警戒线走来。 我看向那个人, 那人脸上沾满血活泥污, 不太能分辨。 你是什么人, 叫什么名字? 我是凹凹大学大义新生临冬, 我拼了命地逃了出来, 请救救我, 求求你们。 随着男人仰起头, 我的身体猛然僵住。 是林夏, 女医生准备上前快速抽血, 不能靠近这个人。 这一刻, 我几乎来不及思考本能反应的行动了。 这道围墙是正常世界和地狱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林夏这样的高阶恶种通过防线, 病毒将以几何增长速度向全世界蔓延, 到时候, 地球就真的没救了。 赫燕等人也闻声走出来。 这是做什么?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女医生和几个军人的脸色严肃起来。 滚开, 不要妨碍军物, 不要胡闹, 再胡闹他就死了。 你们救的不是人, 他是恶种, 高级恶种。 如果他通过身后的围墙, 这个世界就会陷入更大的灾难。 怎么会, 他看上去很正常啊。 难道他们不知道高级恶种的存在? 怎么会? 难道这也是林夏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故意让高级恶种避开了跟军方的正面冲突。 那些赶朝着围墙冲锋的只有丧失理智的中低级恶种, 才给边境的人制造了恶种都表现得很异常的错觉。 几个军人和医生愣了愣, 互相对视一眼。 这是什么意思啊? 虽然一些恶种保留了部分人类的记忆和智力, 但是根本无法压抑吃肉的本能。 他看上去很正常啊。 嗯, 小天, 求求你, 虽然之前跟你有过节, 但是放我一条生路吧。 军人举起手中的枪, 毫不犹豫地上膛。 让开, 是不是感染病毒? 等咽血自然就知道了, 你这样阻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展开翅膀, 军人医生们惊得愣在原地, 我跳上半空朝着林夏的方向俯冲过去。 就算无法回归人类世界也无所谓, 大不了我和这A氏一起被核弹轰成渣渣, 只要能保护妈妈, 还能死前拉着那么多恶种当垫背的, 不亏。 林夏搜得站起身, 脸上闪过一丝恼怒, 一只断臂被丢在地上。 他原本计划用这个骗过血茧, 摸摸这里的军方站立, 然后找机会破坏掉一些关键的通讯设备, 让他们无法求援, 好让恶种大军彻底冲垮这道防线。 宁愿自己不出去, 也要拉老子垫背。 真他妈有病啊你。 林夏张开嘴, 星红的口气狠狠朝着我的方向袭来。 我的触手瞬间弹射出, 宛如钢铁的碰撞, 我们都被震得到退出去。 林夏心中大惊。 两次变异, 我吃了那么多人, 换来三次变异。 他怎么看都不像会放肆吃人的类型, 居然能进化两次, 到底怎么做到的。 林夏一直靠吃人进化, 身上的进化器官充满阴森恐怖的死亡气息, 带着腐臭味, 模样也因为人血的质量而进化得不受控制。 而鲸核, 更像是病毒和人类基因结合后的提纯, 精度和纯度比人血要高好多。 之前想上前救助的医生和军人都愣住了, 正正地看着不远处口腔里伸出巨大口气的男人和天上飞着的触手少女。 这就是高级恶种真正的模样吗? 此刻这些人才明白, 刚刚小天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根本无法想象。 队长, 打打哪个? 打掌的丑的那个。 训练有素的军人紧紧愣神片刻后, 就迅速调整战术, 瞭准了铃下射出一级的子弹, 在铃下身上留下几个血洞, 伤口很快愈合。 不远处的几辆坦克, 骑刷刷地调整着炮筒。 铃下并没有信心能抗住坦克的打击, 他展开翅膀, 迅速朝着几人冲了过去, 锋利的骨刺戳向最靠前的军人, 速度之快, 普通人完全反应不过来。 队长, 小心。 一道身影瞬间出现, 骇人的骨刺和化作盾甲的触手撞击在一起, 发出巨大的钢铁碰撞声。 你真他妈烦人! 怎么会是林同学, 在我面前欺负人, 不拿和同学当人事吧? 少废话, 你本来就不是人。 潜入计划失败了, 这边军方的人武器太多, 这丫头有这么难缠, 再打下去容易吃亏。 下一秒, 林下忽然拔地而起, 嘴巴张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发出刺耳而尖锐的吼叫。 不好, 这狗在咬人了。 伴随着林下尖锐的吼叫声, 所有人顿时感觉头疼欲裂, 不得不紧紧捂住耳朵。 闭嘴吧你! 一大块石头扔进嘴里, 林下猝不及防, 呛得他剧烈咳嗽了起来。 你他妈的真阴险! 密集的脚步声从不远处的黑暗中响起, 埋伏的A市中低级恶种群们终于发起了总攻, 数量之多让所有人脸色巨变。 全体注意, 全体注意, 这里是鬼门关小队队长, 我们面临大量恶种的冲击。 重复, 我们的防线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丧失群体攻击。 前情提要, 我一觉醒来, 学校变成了丧失乐园, 好不容易跟同学逃到边境后, 我遇到了同为高级恶种的死对头林下。 为了阻止他, 我选择了暴露自己, 可没想到为了冲击边境, 他还带来了丧失大军。 埋伏的A市中低级恶种群们终于发起了总攻, 数量之多让所有人脸色巨变。 全体注意, 全体注意, 这里是鬼门关小队队长, 我们面临大量恶种的冲击。 重复, 我们的防线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丧失群体攻击。 收到, 第一和第二战斗小组, 立即一致主入口, 构筑防线并准备迎战。 第三小组负责后方支援, 确保防线不被突破。 所有狙击手优先清除突击者。 技术组, 需要确保无人机无死角防卫。 空中支援小队立即调整航线, 准备对标记目标进行空中打击。 眼看着大量的丧尸直奔而来, 我步步地和林夏打嘴炮, 卷过地上的几个扩音器迅速起飞。 所有恶种全部站住。 林夏顿时头皮一跳, 死去的回忆突然开始攻击他。 恶种们齐刷刷地停住脚步, 愣愣看着前方两人。 林同学, 你的小弟们可不太听话。 该死的, 怎么哪哪都有你, 进攻。 站住。 进攻。 站住。 图书馆的荧幕再次上映, 众人都有些愣神, 但是军人们很快反应过来。 密集的子弹和炸弹 不断带走恶种, 完全激透了恶种的阵容。 林夏脸色阴晴不定, 他突然开始冲刺响, 强行突围边境防线。 子弹和炮弹很难锁定, 可以灵活闪避的林夏。 我加速篮在林夏面前, 巨大的翅膀和触手, 构建出一道坚固的移动城墙。 队长。 队长迎向赫燕的眼神, 犹豫一下, 拿起对讲机。 注意, 所有单位注意。 标示为红黑翅膀的恶种, 位于大门正上方空域, 却认为有军。 请确保火控纪律, 避免误伤。 重复, 红黑翅膀为有军, 避免误伤。 要么跟我打, 要么留在A室。 给老子滚开。 林夏突然发出高频声波, 趁我分神之际, 口气瞬间刺撞我的面门。 不好意思, 老子才是恶种之王, 永别。 我脸和身体上覆盖了鳞片, 挡住口气和骨刺的攻击, 鳞片极其坚硬, 因为丑陋, 我几乎没有用过它。 原来你也是三次进化。 趁他惊住我用触手瞬间卷住它, 他想用口气反击, 我的触手立即贴近, 喷出白色抑制剂。 什么恶种大王, 太肿二了, 去死吧。 不, 别。 林夏脸上露出惊恐, 下一秒, 我的触手刺穿它的头, 将鲸盒从它的脑中拽出。 林夏的鲸盒深沉暗红, 刚进入身体, 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从鲸盒的位置爆发出来, 滔天的嗜血杀意从心底疯狂蔓延。 我撇了一眼底下的人群迅速朝着远处一片农田飞过去。 这就完了, 太好了。 林夏死了, 林夏死了, 小天就是A是最大的恶种头子了。 小天要去哪里? 看着林夏的身体从高空落下, 盗胜南等人都松了一口气, 军方的人却看着小天飞走的方向, 表情变得更加凝重起来。 恶种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 看来, 核爆爱事的计划需要提前了, 不然爱事不知道还会出现多少个那样的怪物。 我落在金色的麦田上, 努力压制着胸口的剧痛和极为渴望杀戮的欲望。 我靠, 林夏的金河是不是有毒啊? 怎么这么疼? 当我感觉自己快撑不住的时候, 眼前的世界突然变成另外一个模样。 黑暗中, 我的四周浮荡着一个个暗红色的小光点, 宛如尘埃漂浮在空气中。 我伸出手稍稍用力, 那些光点迅速在我的手上聚集, 一点一点形成了一小团暗红色闪电, 在黑暗中散发着耀眼的红光。 这是什么? 我变一层飞红女巫了。 我心念一动, 暗红色闪电射了出去, 在我的控制下, 闪电不断变换着方向和速度。 这些红色的小光点仿佛是空气中的某种变离子, 而我可以控制这些能量。 想不到恶种的更高级形态 居然是拥有超自然的力量, 能够控制自然界中的物质。 这样看来, 安雅这个实验已经突破现代科学的范围了, 不老不死, 控制自然, 属于是造神的玄幻题材了。 安雅的这个实验, 玩得还真够大的。 我展开巨大的翅膀, 挥挥人群。 小天, 你刚干什么去了? 你没受伤吧? 没事, 我刚点技能去了, 医生和军方的人脸色凝重地朝着我走过来。 叔叔阿姨, 有话好好说, 别乱来啊, 我可是良民。 我们看起来像白痴。 刚刚你们执意要把林夏放进来的时候, 确实挺像的。 啊, 刚刚, 是我们大意了。 你的情况, 我们刚才跟你同学了解了, 我也会报上去了。 现在是非常时期, 上面暂定你对人类没有威胁, 但我们需要采集你的血液送到研究院, 来研究抵抗病毒的药剂。 我伸出手, 让他们扎针抽血。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刚才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现在, 我们终于安然无恙地逃出威势了。 从此以后, 我们大家是永远的朋友, 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 大家看着对方, 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想起死掉的同学和朋友, 大家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等我们出去以后, 你想去哪里? 我可以。 我走了。 你们先别在这鬼窟窿好了, 你们看的那边是什么? 是安雅。 准确地说, 是安雅带着一大群进化形态各异的高级恶种, 正缓缓朝着边境过来。 人鱼类型, 怪鸟类型, 甚至还有长着六条腿, 在地上快速爬行地改造恶种。 除了隐约能看出来的人脸外, 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像什么。 我远远地探测了一下, 顿时感觉心头一颤。 那些高级恶种, 大部分都和林夏差不多, 还有比林夏等级更高的。 那些恶种早就注意到林夏和他的军队的动静, 刚刚一直在观察边境这边的防御到底是什么水平。 现在, 他们要进行推翻边境的计划。 众人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普通人全部撤离, 你们必须启动核爆计划, 立刻, 马上。 小天, 我留下帮你。 盛南, 别管我, 这里你们帮不上忙, 快走吧。 我腾空而起, 众人回过神来, 七手八脚地, 开始准备撤退。 鹤燕趁乱拿过一把狙击枪, 悄悄退到一处草丛中。 短暂地汇报后, 核爆计划正式启动, 然而完成一系列步骤还要花费一部分时间。 我身后整齐排列着军方的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士兵。 百米外, 哀哑笑盈盈地缓缓站在众多恶种的面前。 这些恶种曾经都是无比正常, 拥有家庭的人。 此刻, 他们身体扭曲丑陋, 散发着浓烈的恶臭味, 眼睛里全是对肉和鲜血的渴望。 这些高级恶种很听安雅的话, 显然安雅用了某种方法控制他们。 何小天, 我们又见面了, 好开心啊。 奇怪, 杀了林夏, 你似乎没有再变一个什么三头六臂出来。 见到你, 晚饭都可以省了。 别这么说, 咱们可是朝夕相处了六个月了。 虽然你进化得相当成功, 可想要拦住我身后的这些恶种, 绝对不可能。 下一秒, 他身后的恶种流入冲出牢笼的洪水泯兽, 朝着我和军队的方向席卷而去。 同一时间, 我身后齐刷刷地发射炮弹, 一些低级恶种被抛制到空中, 精确地撞上炮弹, 偶尔几颗炮弹落入怪物群中, 也只能稍微减缓弱弱种的脚步, 搞得那些坦克轰隆隆隆的, 反而像是氛围组的一样。 安牙脸上的笑容有些讽刺, 站在不远处的一块巨石上面,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下面涌动的兽巢。 病毒在一室的实验很成功, 人类文明将迎来崭新的纪元, 而我则是新纪元的缔造者之一。 不知道若干年以后, 不老不死的新人种, 会不会把我奉为创始神呢? 人类徒劳的炮火终于停了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 但是没有一个军人撤退, 没有人想让自己的父母, 爱人孩子, 直面这样的怪物。 我深深叹一口气, 四条触手深深插入地下, 红色电光以触手为中心, 开始聚拢。 本小姐数到山, 不滚就死, 算。 我不指望着能干掉这群怪物, 但是好歹能拖延点时间。 虽然恶种免疫物理攻击, 但应该不免疫电流攻击。 新一门居然是控制自然元素。 好牛啊。 安雅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忽然感觉脚下一马, 差点没把舌头咬掉。 一个飞翔能力的恶种将它带到半空。 我抽出一条触手, 指向天上飞的恶种和安雅。 你们也都别火。 变成网装的电球, 捆住了飞行恶种掉了下来。 此刻, 正在逃跑路上的其他人, 看到天空中闪耀的红光, 神情都有些呆滞。 这红光也是小天的。 这家伙到底背着我们, 净化出多少东西啊? 持续的能量聚集, 快掏空我所有的体力。 空气中的红色电子, 在迅速变弱。 队长, 还有多长时间? 五分钟。 你们快撤离。 那你呢? 别管我, 不然都走不了。 全人撤退。 一换五冲破了红色电流防线, 我腾出触手, 死死困住它。 只要把这些玩意 拖住五分钟就可以。 今天, 谁也别想出去。 安雅突然出现, 一刃猛地扎进我的头颅, 我下意识地生出鳞片, 还是没能阻止 在安雅的不断用力下 将刀扎入。 我用触手牢牢地卷住它。 你二臂啊, 你这么拖下去, 也会被荷豹轰成灰的。 好迪秘, 咱俩一起狗带吧。 神经病啊你。 安雅觉得我大概真的疯了, 她也快疯了, 奈何她的异能主要是唤醒, 打架并不再好。 还有一分五十二秒。 给我滚了。 安雅急了, 将刀插得更深, 直逼我脑子里的筋壳。 我忙着用红色闪电 拉扯住其他恶种, 同样顾不上安雅的动作。 鲜血从我的嘴角和眼角流出。 还有三十三秒。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到底是智商低, 还是智商高? 去死吧。 一发子弹破空而来, 直直射入安雅的脑门。 安雅身形一顿垂下了头, 脸上满是不甘。 小天, 放开他们, 去防暴洞。 是贺燕, 我卷起贺燕腾空而起, 在她的指引下朝着防空洞快速飞去。 你这人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走吗? 我想跟你死一块, 不然万一你没跑掉, 黄泉路上多寂寞。 你是白痴吗? 你不也是吗? 我们一头扎进了防暴洞里, 一颗闪耀着宛如流星的核弹, 名叫沙虫记。 它悄无声息地落在天北市最中心。 到大的雨水, 几乎半个国家都看到了天边的光芒, 宛如太阳坠落。 天边璀璨的光芒慢慢退去, A是被夷为平地。 网络上一些信息不静而走, 整个世界的人都在短短几分钟内得知所有消息。 一个少女姿态的高级怪物和她的恋人牺牲自己, 将潮水般的怪物永远掩埋在了A是。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缓缓睁开眼睛。 这天堂, 是不是寒酸了点? 我的身体被金刚链制的夹锁紧紧扣住, 一台机器正在源源不断地吸走红色透明的血液。 触手轻易地划开了夹锁的束缚, 我走到房间的窗户, 掀开紧闭的窗帘, 朝外面看去。 这里是A是的临世B是。 此刻, 是中心一座从明代流传下来的巨大佛像上, 正站着一个长着六个翅膀的恶种, 是鸟类型恶种。 而那座巨大佛像下, 黑压压地站了一群形状各异的恶种, B是俨然已经成为了第二个A是。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哦, 笔心, 下周见, 拜拜。